Yo what's up you're watching 你們在看的是 看著的 玩具TV 開出AV 玩具電視 欸死了死了 開始了 玩具TV第28季第1集 是啊 今晚真的很多事情 很抱歉啊 德哥去搬來搬開 好重啊 但是因為時間過半小時 我又預讀不到 你唯有就如魚紅獎 要犧牲 如魚紅獎 就選擇了一些比較輕人一點 今次介紹了一個 其實出了一段時間的 Frisio Mk50 Mk50的配件包 但是值得介紹 Mk50都已經漂亮 所以跟配件包玩 感覺應該會補出 其實沒理由不介紹 因為這個 因為它用了很多燈 我記得去年動漫節 它是有剪出過的 是 好玩啊 那時候在上年不斷按 接下來這個 今晚 今晚都 不是今晚 今年的動漫節 應該有更多驚喜給大家 是啊 好 德哥去玩一下這個 這些應該沒有燈的 我就搞一些有燈的 還有一輩子 還有一輩子的 美麗拳 那些玩意 我要弄了那個 你看到本身 它已經有一些海綿 令你裝組的時候 其實不會對於部件上 有什麼磨擦 刮花等等 我是沒有看說明書 我看看是否要拆 其實是可以拆的 有說明書嗎 我也是沒有 正在用 不跟它搶 Yes 這個應該比較容易 簡單 只是正常的拆卸和裝組 多漂亮 據聞這套燈的開發 廠方用了很多時間 因為它全部沒有連結 但是又全部要著燈 那麼它們花了工程 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 好了 一把開信刀 你看這把臂刀 它除了本身的上色 非常漂亮之外 在這個刀刃位置 其實就用了整組的透明藍件 透明藍外面 在這個刀身位 噴了銀色 整件事就出來了 好 不理3,7,7,1 去照拔 挺好的 似乎我沒有特別需要留意 一些牙煙的東西 我真的感覺不到 整件事是玩得挺舒服的 好了 現在越裝就越多了 變成一個牛肉刀佬 接著 這個又怎樣呢 這個尺寸就對了 你問我 其實也有些廠商 就著當時這個盾的高度 其實是未必足的 不過我不敢說 這個套器是否真的 這樣的尺寸 但怎樣也好 這樣看上去整件事就變得好 因為這個是手持的盾 我就不多介紹 另外 除了本身的大盾之外 還有一個小的圓盾 主要是用這個上色 將這個盾的外邊 營造出來 紅色、銀色、金色 加上這個銀藍色 大致上就是這樣 一個強勁的牛肉刀佬 牛肉刀佬 另外有什麼可以玩呢 如果有看到這個 電影 原來是 N-Game Infinity War 都對這件東西 有非常深刻的認識 就是可以令到 FANOS流一滴血 又如何安裝呢 有這麼久也是流一滴血 是 對 留意 其實就這次的重力臂和手炮配件 它用了很多透明藍的組件 去營造整個武器組件 上色很複雜 看一支手炮 金銀紅透明再加金屬藍 整齊在這裏 本身的線位在上色時都要蠻準確 運作模式 看見多一句 其實就著武器來說 盾兩個 避刀一把 手的重力 攻擊一對 避炮一對 還有另一個更加誇張的避炮 這個也很過癮 如果我沒記錯 這個也是Infinity War時 在太空船上 變了手炮指著 這個叫甚麼名字 不是 躺在那裏 Drags 是不是Drags 對 這個也很棒 看見本身炮口的造型 我喜歡這個多於這個 紋理也非常出色 前面全都是用透明件 所以多一句 如果你真的有買到這款Mk50 肉酸你覺得 你擺明強姦 真的要強姦 真的要強姦 多很多東西玩 還有多一句 你巴掌上去之後 質素有目共度 真好玩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 最近拿一些 T-Wall來看 其實我都有偶爾 悶悶地 我都會炒難 坦白說 哪一套MCU 你會翻看得比較多 不就是Endgame Infinity War 以及Spider-Man 3 這三集 Rinder Soldier 我翻看得最多 哦 竟然 好啊 原來還可以亮燈 甚麼東西很難理解 哈哈 我經常在留言 大家說到好像 有些甚麼 猶一無論 不共帶天 犯了甚麼勾蕩 其實很容易理解 那些玩具箱 交下東西給我們介紹 我們就先介紹 我們很歡迎 這個生產商給玩具 我們介紹 是的 我們自己都會出錢買其他 雖然我是買的 很多東西我們都會自己買 Bandai Hot Toys 很多其他不知名品牌 都會自己出錢買的 我再重新多次 負責搬買 那個都是我 我又沒有出過聲 我又不是特別大 Hot Feeling 你第二次搬來了 德哥仍然是少少 我還要昨晚 你這傢伙坐在家 盼著冷氣 有啤酒 重點是甚麼 我們這裏沒有冷氣 我昨晚玩一隻 我試玩了 真的有三個小時 我基本上都療如指掌 我還是沒有機會展示 不如這樣 好了 終於幾經辛苦 就安裝了浮遊炮 多謝德哥幫我們介紹前面的配件 還有這套配件 最重要是除了大盾牌 圓盾牌 刀 背脊 之外 就是這個浮遊炮 為何要搞這麼久 剛好搞甚麼 其實設定上我有一點意見 因為它每一個浮遊炮 其實有兩組燈 每組燈有獨立按鈕 我們需要先拆了一個組件 透明組件 需要拆了後面的銀色組件 背後的銀色組件 先拆了這個組件 然後扭開一個螺絲 然後才 這個銀色組件是為你保持 這個組件 對 這個銀色組件是接觸透明的組件 這個銀色組件可以拆開螺絲後 就可以取消了這個組件 裏面有兩組燈 然後要入電 裏面要開著它 又扭開螺絲 然後放進去 即是它本身的開關都在裏面 對 所以這裏是比較不太朋友的 我可以這麼說 但其實你見到現在 我這裏是關掉的 因為我安裝了之後 它可能電池移到位置 就是關掉了 其實應該是兩組燈的 一二 這樣就很光 譬如這個是正常的 兩組燈 其實裝上去真的差很遠 不過一點點意見 如果真的說 這個技術 其實我們去年在動漫節看到 有沒有辦法可以真的 轉濕電 插回濕電 對 這個我覺得是往後 即是要玩電的產品的一個長期的 那個浮河泡欺負人的地方 因為本身它是浮的 它跟一個 即是在身體上沒有接觸 是 現在用了透明鏡 你可以在透明鏡鏡走線 其實可以 可以的 可以接受 反而 還有就是開關 我不是說第一次 第二次是說第四五次 其實可以考慮用持空 是的 因為你不是持空 有什麼價錢問題呢 是否持空比較貴 一定差一點點 但其實你的選擇太大 我想說持空 其實我又不是說 我說明買廣告 你改造房子的幾十元 都持空 嗯嗯嗯 所以真是 很善意地提醒 其實你去玩一下 因為我就這樣看 既然是用得假的話 你要走線 我覺得其實就 其實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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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見到 整隻東西裝了浮油炮之後呢 呢 那個級數都不同了 是 是很正的 真的很正的 因為它本身就住 你見到 除了 即是 著燈這些機密之外呢 其實每一組的位置 這個架呢 都是有一些 上螺絲位的關節線 可以調校不同的角度 變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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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才這個也有燈 不過這個就真的還沒安裝的 所以變成 抱歉了 是的 因為如果有拉線 有個不好處 拉線 你就變成 不可以持控 其實如果它不想拉線 持控燈 就幫它解決了入電的問題 和不開關 現在我入電後 我就要扭回螺絲 而且那些螺絲 這個很痛苦 比較細 在瘡亡之間 廠柱之間 可能會扭到 叫做 爆 扭到螺絲 是 扭到虧了 其實最後就變成 德不償失 是的 所以我都強烈建議 多謝中七來為止師兄 科加碼 多謝 Thank you 多謝師兄 但始終無以兔的產品 和C.O.師兄 Thank you 始終無以兔的產品 真的能夠補足整個 即是補完 叫完整化整個 在 在復首席 補完 是的 Infinite Ball 最後的造型 不是 不是 開頭的 開頭的 是的 就是這個造型 這個就是 前面那塊透明膠 後面有兩組LED燈 是的 這個比較難處理 是的 因為你的持用燈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安裝了電池後 不用關燈 現在關燈和開燈 我要再扭螺絲 這個是一個問題 試問一下有方便 是可以做到的 做到的 好 但是很英俊 差不多了 嗯 辛苦了 多謝 我無言 這些以上 就いただ複雅 我 audience 养ospel 主持人 我可以做到